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任玲 陕西大理人 1996年日文 现在是第二炮兵五三六医院的一名护士长 记得小时候 从领事镜头里看到的护士形象 总是那么美丽端庄 等到自己踏上了这个护理岗位 才发现这份工作要做到让患者真正满意 仅仅有一腔热情还远远不够 更重要的是要刻苦钻研业务 掌握过硬的护理技能 复杂而神秘的急救设备 繁重而琐碎的生活护理 作为军队医院的护理人员 要随时准备应对极难险重而出诊任意 在高原工作了十八年 我已经深深地融入了这里 我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因为在这神圣的工作所里 白色的燕尾帽里 蕴藏的是爱心是责任 我就是奋战在没有消音 战场中的特种兵 当时还说 我再看看这个活不了啊 动不动意有点啥事 姐姐快看一下 我们那个娃娃又不对 这个藏族女孩名叫金珠琢瑪 四年前 人民和她出色碰面的时候 琢瑪还是一个强保中的婴儿 说起他们之间的故事 还要回到2010年 雨树地震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早上接的这个通知 中午就准备东西 下午就要出发嘛 当时有点懵 主要因为考虑不到预期 或者什么结果 也没有经历过这种 就是重大的这种的 抗震救灾的这种任务 人民所在的第二跑兵 五三六医院 一接到抗震救灾的任务 就抽掉了医院里的骨干力量 组成了一支医疗分队 紧急吩咐抗震前线 当时身为副产科护士长的 人民也是其中的医院 当医疗队昼夜兼程赶到 玉树格萨尔文化广场时 人民顿时傻了眼 包括广场地上呀 草坪上呀 到处都是病人 然后甚至有的就是 卷着个塑料单子 特别的惨 病人特别的多 都一拥而上那种情况下 就觉得自己特别无助 就好像就 弄得自己感觉就出手无策了 这幅满目创意的景象 人民至今难以忘怀 他顾不上调整休息 跟战友们一起火速搭起了医疗帐篷 心里唯一的想法 就是要在第一时间展开医疗救助 我们是第二天就赶到的嘛 肯定就是饮食啊 各方面的都欠缺药品呀 有的有伤口的呀 那样都急需要处理 大家都觉得就是医院来了 救星来了 一批批受伤的群众被录取送到医疗点 接诊 检查 评估 分类 人民全身心地投入到伤员的 护理治疗工作当中 然而就在人民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救援队外诊小组送来了 两个特殊的小病号 两个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就头皮擦伤呀 反正当时还有就是那个 出生三天的那个小孩 脐带都是外露的 就没有就没有结扎 就是看着孩子当时的那种状况 就好像就奄奄一息 不知道这个孩子能不能成活 当时给我们的感觉就这样子的 经过一番询问 人民得知 两个女婴都刚刚出生 就失去了母亲 一个半个月大 另外一个出生只有三天 考虑到人民有着丰富的 妇产科工作经验 照顾两个受伤的新生儿的任务 就交到了她的手中 这给本意超负荷工作的人民 就增添了新的难题 当时我们因为去的时候 也没有考虑到那么多 确实像奶粉啊尿布啊 这些的都没有带 我们就带着急救药品啊 这样子的 然后你想在那种情况下 你也没地儿去买 抱着两个凹凹待步的婴儿 人灵心急如焚 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 能给婴儿果腹的食物 可是灾区物资匮乏 一时间找不到奶粉 人灵只能对着 医有的物资冻起了脑筋 也确实当时很难解决 那就从我们自身 这个现有的条件下去解决 就是我们拿的10%的葡萄糖 给它加热了以后给它喂 然后紧接着就是 还找来的牛奶 然后因为怕牛奶 因为小孩肠胃各方面都是新生孩 怕他消化吸收啊不太好 然后反正就搭配着糖水啊 这样子给孩子喂的 最后就把那个带的那个 外科用的纱布就节约出来 做成尿布 然后就反正就平时就更换啊 洗啊晾晒啊 还是点混味 跟他这个不配套 在随后的日子里 人灵一边照顾两个孩子 一边穿梭于医疗帐篷之间 观察伤员病情 配合医生做治疗 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忙碌和压力 那个弦一直奔得特别的紧 就感觉从来没放松过 不管白天还是晚上 都是就感觉轮流的转 有的时候就实在困得不行了 然后就坐在药箱上打个底啊 那样子的 当时也有过那种可能就 哎呀这种下去实在受不了的这种情况 但是也没有想到过 确实也没有想到过就是放弃 我们都舒服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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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再困也要给孩子喂奶水 换尿布 即使再累也要给孩子测体温 保伤口 人灵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悉心照料着两个幼小的生命 很快他们的病情就有了好转 就觉得就那个小脸 一天一个变 就是白白胖胖啊 就开始就有点那种 白里透红啊 就像个 就像正常的这个牺牲 就那种发展 一天一个样 一天一个样 然后确实给自己 就是工作上 确实带来了一些信心 尤其像到我们要离开的时候 就有点舍不得 确实有这种感觉 分别的时候来临了 当孩子的家属看到小生命 转危为安的时候 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他们执意要人灵 给两个孩子起名字 因为在他们心里 人灵给了孩子们新的生命 人灵最终给孩子们取名为 金珠卓马和金珠拉毛 金珠就是解放军的意思 卓马和拉毛 则是将他们比喻成仙女 寓意两个婴儿 永远健康美丽 虽然在医术执行任务期间 然后那个环境啊 各方面条件确实很苦 对我自己本身是一种锻炼 因为在那种条件下 你可能就是想到的 还有想不到的事情 它都会发生到那 让你处置起来 就那种 就快速的反应 我觉得对于我现在的工作来说 经过了那些事情以后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没有 好像迈不出去的那个坎 在医术的一个多月里 人民不仅负责妇产科的工作 他还接触了大量外科的护理工作 也因此成长了一名多面兽 回到医院后 人民变得更加自信了 他对未来的外科护理工作充满了信心 就在他信心满满的时候 一项全新的挑战 却摆在了人民面前 从苦海跳进火坑 一直工作掉力 他如何实现角色的转换 从学生 学生老师 以此急诊强究 他怎样应对 严酷的挑战 军旅人生 正在未认不出 任灵 绽放高原的血连化 由于在玉树抗震救灾中的突出表现 任灵向后被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授予全国抗震救灾模范格约 就在这些荣誉接踵而至的时候 任灵的心理却颇感不安 他认为自己很平凡 只是做了自己分内的工作 受之有亏 但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平凡 让大家看到了任灵的潜能 当任灵从灾区回到医院 准备继续自己的妇产科护理的时候 一直掉令 却让他感到措手不及 任灵在外科从事了十余年的护理工作 曾经连续三年参加二炮部队组织的专业技术比武 获得了优秀奖下 他本以为可以在外科护理领域更近一干 但是却突然接到了调整工作岗位的命令 当时自己的想法就是 没法胜任这份工作 因为我们当时从事外科 你突然一下子到内科以后 面临的都是新内科嘛 高血压呀 心脏病呀 这样子的 因为病情变化它特别的快 不管从用药 还有病情的观察来说 我当时就觉得 对我来说 就好像是空白了 突然从外科掉到内科 人员感觉自己仿佛从苦海跳进了火坑 已经放下了十多年的内科护理知识 如何重新拾起来 这让人员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天天好像就 生怕哪个 看着哪个病人好像都觉得 这会儿好像这个病人有问题 反正就是脑子里只要眼睛一闭 就是抢救病人的场景 我就觉得我当时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我快抑郁了 真的可以就是抑郁了 就那种感觉 生怕自己到那个岗位上 你干不好 当时我说的 作为一个军人 特别是作为护士长 不单纯要懂得外科 在内科情况下要懂得 特别在将来以后 在应激情况下 护士出去就是不分外科和内科 既然没有退缩的余地 人员只得硬着头皮走马上任 虽然已经有了十多年的护理经验 但人员还是不断地提醒自己 要勇于归零 需心向身边的同事学习 毕竟治疗的每一个环节 都不能疏忽大意 否则就会导致患者病情的加重 曾经就三天三夜没回家 就守在病房里头 然后也不愿意比别人干得差 不要让别人看 你看条来这护士长啥都不会 不愿意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就反正就是不停地 护士干活 干任何工作 我要去看 其实有的东西就是去跟护士去学 那时候人名一改往日雷厉风行的性格 每天护理都是小心翼翼 缩手缩脚的 生怕出现差错 除了打针发药 他觉得自己干什么事心里都没有底 然而就在他将要丧失信心的时候 一次突发事件 就让他痛下决心 一定要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 科主任然后就打电话 给我说科里马上要来一个重力号 晚上值班也就一个护士 又没有人说是去能给你搭把手 或者有些方面能给你做个提醒之类的 都要靠自己 就觉得很像 反正就弄得自己特别的紧张 特别的慌 人名一边回忆机就操作归程 一边操作各种抢救仪器 没等他缓过神来 医生又给他下了一个口头衣柱 这对于盲乱中的人名来说 无异于当头一把 医生就说 先上一组传递 我就突然在想 传递是什么呀 突然懵了 传递是啥呀 就那种感觉 他因为那药瓶上他也不可能写传定 他写的是二枪柄查检 机针强求争分多秒 容不得一点闪失 在医生的提醒下 人名立刻给病院注射了正确的药物 但这次经历就让他深深地意识到 绝不能让自己再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从那时起他开始恶补内科药物知识 熟悉各种药物的成分 应发和功能 基本上我都会主动去就接触的又快一些 对药物的一些就快速掌握他的这些 注意事项啊 比如说说明书这样的 真的是一种提高 人名把从药房收集回来的药品说明书 整理装定 休息的时候就拿出来背 每逢科主任带着医生大查房 他也总是跟在后面 了解病人的注意事项和用药情况 甚至还要询问护理期间应该注意的事项 凭着这种认真的学习精神 三个月后 人名就熟练掌握了各种内科护理知识 甚至从一名学生 领域变成了老实 就是通过有一些就是小事 比如说是输业蹦啊 或者微量蹦啊这样子的 就调整不了了 然后我们的护士就会叫 护长帮看看那个机子怎么不行了 我一捣吃 好了 就从这些我就感觉到 嗯 我不错 没问题了 以至于就到最后的抢救病号 就不管多重的就到克里莱的抢救病号 我们都不怕了 凭着这股韧劲儿一年后 任林被评为医院的优秀护士长 感动基地是他人物 同时他也带出了一支出色的护理团队 你们是后来从这个掌门 又拨到一个里外的掌门去 你们想起来 我还是不懂了 好吃了吧你们 我现在好吃 只有是妈妈吃 你一直不行 不行到我们进去来 他们该没了这个你没了不行了 你不去碰一块 来来来来 那请请请 那你去吃买点 我妈妈会这样 你让人家吃买点 你让人家吃买点 那你去吃买点 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新闻人家 这也挺好吗 孩子也好 我妈妈照顾好就行 你每年就来 好啊 好啊 每年吃的 高原工作条件江口 对富士的要求也就更高 作为一名中队富士 其中基本的一条 就是能够胜任 任何实战条件下的江口工作 任林同志 就是我们医院 优秀富士兄弟中的代表 我们就需要像他这样 在任何技能行动条件下 都能够拉得出 顶得上的高原卫士 人们常说 医护人员是 旧色富商的白衣天使 高原上的医护人员 更是奉献青春 奉献爱心的雪莲花 任林就是这样一朵 永不凋零的雪莲花 在他心中 只要穿上这份军装 就有一份责任 随时准备 应对突发事件 随时给予病人 以温暖 用过硬的技术 向生命致敬 这才无愧于护士 这一高尚的指引 脱洒爱的种子 才能在雪山上浇灭 在阳光下绽放 虽然护理工作艰辛而繁琐 但任林说 他由衷的喜欢 并热爱这份工作 因为他不但可以实现 旧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 更重要的是 从中体会到了 送人玫瑰 手留余香的快乐 在任林看来 这就是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 再忙也无缘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